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属于深度空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关于一个空间的故事 在我们每个人脑中 都有对空间和对几何的概念 那么我们认为的空间 真的是我们生活在的空间里面吗 那么今天我们打开这个空间之谜 在我们穿梭空间的故事的时候 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三位男士 第一位男士 他的名字叫黎曼 可能或许在座的很多朋友并不熟悉 这位天才数学家 黎曼在他的脑海中构造了一个 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空间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几何和空间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千百年来 我们认为的空间是平面的 我们都接受欧极里德的几何学 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交 三角形是由三条直线所组成的一个形状 它的内角和相加永远等180度 可就在160年前 黎曼告诉我们 或许整个几何学还有全新的一个定义 那么当曲面 当我们的空间变成了曲面 我们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和不再等180度 它等于183.28度 我们的平行线有可能有焦点 我们所有的几何和空间 我们的认知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结束 第二位男人出现了 大家可能会很熟悉 他的名字叫做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100年前发现 这种空间不仅仅是数学家 在脑海中构造出来的一个 跟我们的认知所不相符的全新的空间 而且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里面 告诉我们 竟然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 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平面的空间里面 我们生活的空间实际上是扭曲的 是曲面的 我们看一看广义相对论 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实际上所有的空间 时空 都是被所有的物质 质量 重量所扭曲 我们知道当这束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 由于我自己身体的重量 这束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扭曲 只不过光自己它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均匀的 平面的空间里面 但实际上我们的空间已经被扭曲了 那么这种扭曲的空间 是在非常浩瀚的宇宙中 非常广阔的天地中 天文学家们用非常多的观测 证实了这种质量 对时空的扭曲的事实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问 这个事情 到底跟我们每一个 在这里生活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想向大家介绍 第三位在这个领域 做出卓越贡献的男士 这个人大家可能会更加熟悉 他的名字叫做哈利伯特 哈利伯特是一个 非常励志的青年男子 并且他现在身上穿着的一件 是在我们生活空间中 对空间进行扭曲的衣服 这件衣服叫做哈利伯特的隐身衣 我们看到他的身体 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看到他本人 而是看到了他身后的光线 绕过他的身体 来到我们的面前 那么在生活空间中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扭曲 就可以使得 我们让哈利伯特的 这样的一个隐身衣 变成了现实 但比较重要的事情是 就在这十多年来 科学家们不懈得探索和努力 虽然在自然界中 没有找到隐身衣 这样子的材料和物质 在这么小范围 就可以改变空间扭曲空间的现实 但是科学家们 用一种叫做超材料的人造物质 真正的将哈利伯特的隐身衣 变成了现实 并且造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在狭小空间里面 也可以去扭曲改变 我们这个空间的物质 那么超材料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造物质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物质组成的 所有的物质的构成都是有结构的 我们进到物质里面 每一个材料都是由分子 原子组成 我们走进原子 发现原子由电子和质子 中子组成 我们走进原子核 我们发现有不同的中子和质子 我们再进入到质子 质子里面还有三个夸克 我们再要看到每一个夸克 我们会发现实际上 自然界所有的物质 是一种通过叫做玄的 这样子一个能量形式 所构成的世界万物 那么上帝造物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熟知的24K的纯金 就是由金元子组成 而金元子实际上 就是由79颗质子和118颗中子 共同组成的 只要我们改变了质子和中子的数目 形成新的原子 我们就可以产生新的物质 比如说我们的银子 就是将质子和中子的数量 减少后所产生的一个全新的物质 但是科学家对这样子的材料的变化 和创造物质的变化是不满意的 我们用新的人造的微纳米结构 重新重排了同一种物质 比如说金子 那么这样24K的纯金 就可以变成纯红色的24K的纯金 也可以变成纯绿色的24K的纯金 它内部结构的重组 实际上是从几何上面不同的形状 三角形 五边形 球形的改变 来形成的全新的人造物质 那么这样子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科学家们把半导体 信息 计算机 微纳加工工艺结合在一起 人为的在计算机里面设计出人造的分子 人造的原子 并且将它们加工出来 组成一个人造的物质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物质 就叫做超材料 它给我们了设计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质的 非常多的可能 并且由这样子的人造物质 我们就可以颠覆我们曾经学过的 折射定律 反射定律 甚至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 扭曲所有能量的传输 那么迄今为止 人类在元素周期表里面 已经有了118种元素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 超过500亿种的人造物质 人造微结构 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 人造物质的基因库 我们可以形成全新的材料 形成可带编码的材料 我们用这样子的全新的物质 可以去创造我们未来的 新型的装备 包括飞机 包括舰船 包括汽车 以及我们可能还未知的机器人 所以未来将是用一个 全新的人造物质和材料 作为基础 所带来的全新的一个领域和时代 那么可能大家会非常好奇地问我 到底我们怎么样 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人造的物质 来去扭曲我们的空间呢 这里就给大家一个秘方和配方 如果你想自己也制造一个 哈利伯特的那件酷炫的隐身衣的话 那么这就是答案 我们其实需要在空间中挖一颗洞 把我们空间的这个坐标系 全部都挤压在我们所挖的这颗洞的周围 这样的话我们在空间外面 不论是电磁波 光学 声音 热能 穿过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的时候 他以为他还仍然是沿直线传播 但实际上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扭曲的空间和扭曲的坐标系 他已经绕过了我们所希望他绕过的障碍物 继续向前传播 好像空间中从来不存在这样子的黑洞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在实验室里边 真正设计创造出来的隐身衣的真实的物理学的这个结果 并且在2009年我们也把这样子的隐身衣制作出来 设计出来 测试出来 并且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面 至此人们就彻底具备了改变空间的材料和物质 那么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在局部的生活空间里面改变空间的能力以后 有了这样子的新材料的这种技术 我们就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那么这个时代叫做深度空间 在这个深度空间里边 我们终于可以摆脱非常拥挤的 基于平面地面的狭小的生活空间和我们的生产空间 把我们所有的生活从地面带到天上 那么这就是人类正式开始对多维空间的深度开发和利用的一个时代 那么在深度空间时代里边 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行业趋势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人们正在把一切从地面搬到空间中去 包括我们的物流 信息 安防 监控 智慧城市 旅游 甚至是我们自己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在更高维的空间里边 大家正在开始重构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么深度空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我们可以共同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直认为在1.49亿平方公里的地球上长的景象 但实际上悄然的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变革的未来 变革的时代 所有的地面上的生活 地面上的装备将全部大规模的被搬到空间中去 而形成一个我们全新的大空间的一个时代 来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 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边去做我们非常多的全新的行业的发展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几个案例 我们到底可以把什么样子的东西搬到空间中去 那么云端号实际上就是我们把整个智慧城市的云平台搬到了空间中去 这是一个真正在云层之上的云平台 它可以搭载400公斤到1吨的任务载荷 在天空中在一个城市上空去掌管整个城市的智慧安防的各种功能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 我们竟然还可以用一根光纤从天上一直拉到地面 接入到我们地面的骨干的光纤网络 那么这是一个城市专属的禁地禁止轨道卫星 当然大家知道它不是卫星 它是一个全新的空间的平台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我们可以在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去掌管这个城市的物联网 砖网以及它的防火安防的这个监控和灾害的预警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面积 这是一个深圳加上香港总面积核的两倍还要大的一个面积 我们可以去排除掉我们原来非常辛苦的在整个地面铺设传感网络 铺设光纤铺设基站的过程 这是今年2月份我们成功的商用试飞的云端号悬挂在几千米的城市高空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来监控交通 提供整个城市的应急的通信 掌管超过10万个节点的物联网的整个的城市的管理 并且还可以监控12.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在深圳的云端号 我们一直监控到了东沙群岛的2103艘商船 以及对地质的监测 环境的监测 和整个火灾的预警和监测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空间平台 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机会 把所有曾经属于地面的专属的云平台和信息节点搬到了空间中去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什么样的东西搬到空间中去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临近空间飞行平台旅行者号 旅行者号是由一个巨大的囊体 加上任务载荷和能源动力 所组成的全新型的临近空间飞行器 那么这个囊体有多大 它是40米的直径 是我背后这个屏幕的两倍的尺寸 相当于是一个1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那么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将会从地面直接升至2万米以上的高空 进入到临近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区域 因为它是人类大气层的边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 没有了风雪 没有了雷电 而且全球全年的温度 都恒定在零下的56摄氏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 给我们了非常多的机遇和机会 去开发全新的 曾经在地面上的应用 在今年的6月6日凌晨5点19分 我们已经成功地 把我们的旅行者一号 送至了距离地面 地球表面 21公里的临近空间 这个是从新西兰南岛上空飞行的轨迹 我们监控了多达6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以及做了非常多的通信载荷的任务 以及得到了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临近空间的珍贵的海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了在临近空间的 太阳能的获取效率 包括在临近空间的 随高度不同变化的风速的变化 我们飞行器的变化 环境温度的变化 这些都是从临近空间拍摄下来的 第一日出的这个景象 那么旅行者二号 将是一个载人的旅行者号 它将使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像乘坐太空电梯一样的去到临近空间 观看宇宙并且安全地返回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什么样子的东西 搬到空间中去 对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睛搬到空间中去 那么下面我想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U1空间悬浮站 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用无人机来进行航拍 但是无人机进行航拍 实际上我也很喜欢 但有一个很大的担心 就是它的每一次电池的能源 只能供我们飞行15分钟到30分钟 我们还没有飞多远 我们就必须得把飞机召回来 那么这个U1的空间悬浮站 实际上是利用了浮力 利用了气动设计 利用了新能源的混合动力 来进行在长时间的空间中注空的 一个全新的空间的监控平台 它可以在空间注空超过10个小时 那么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悬浮站 派到我们的景区 派到自然保护区 甚至是派到我们的整个样的城市的交通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从天亮到天黑 都驻留在空间的这么一个平台 来把我们的这双眼睛 带到我们整个城市里面 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安全 甚至还可以把它派到海上 去执行非常多的海上的任务 那么好 我们把这么多的信息节点 眼睛带到的空间 我们还能把什么东西搬到空间去 对 这一次 我们准备把我们自己搬到空间去 这就是可以实现 我们在座各位每一个人 儿时梦想的钢铁侠飞行包 那么你走进这个飞行包 带上穿上安全带 用左手控制飞行包的起降 右手控制飞行包的方向 你就可以像钢铁侠一样的 在1500米以内的高度 随意的飞行 自由的飞行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飞行包 为了使得每一个普通人 都能享受到个人飞行时代的到来 我们不需要大家去加航空燃油 只需要去路边去加97号 98号汽车的汽油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未来的交通领域里边 我们将不用再痛苦于路面的地面的 非常拥挤的交通 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我们的立体的空间交通 来去这个进行从楼顶到楼顶 top to top的这样子的一个 城市交通微循环的一个体系 在全世界各地每一年都会有非常多的自然灾害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样子的情景里边 如果有这么一个钢铁侠的飞行包 可以从天而降去挽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那么将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时代的到来 那么大家坐上这样的一个飞行包 它可以持续地飞行30到45分钟 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空间中移动 在空间中进行 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飞行装备 那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么到底它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 非常欢迎大家12月6日到深圳欢乐海岸 一起来见证个人 普通人飞行时代的到来 太阳方舟 这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 把卡车搬到空间的案例 那我们之所以说把卡车搬到空间 是因为我们的物流 实际上也是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 尤其是在边远的地区 在没有道路的地区 我们怎么样到那里 修公路 修铁路 修机场 这都是非常昂贵的事情 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混合动力的一个新型的飞行平台 它可以结合着40%的浮力和60%的气动的动升力 来在低空中进行平稳和安全的飞行 并用太阳能补充它的电能 用电动的能源去驱动 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太阳方舟的飞行 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装备 就可以以卡车的运输成本 在空间中去进行低成本的运输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太阳方舟 它的一个实际飞行的一个情景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太阳方舟的飞行情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在于 我们如何能在水面能在草地能在不是我们 那么理想的起飞降落的地方来进行起飞和降落 来去进行自主的未来的物流的运输 那么这个是飞的场景就是让太阳方舟 在一个普通的足球场草地上降落的一个实际的这个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降落多么的平稳 也可以去这个进一步的去推动未来我们的整个的发展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什么样的东西搬到空间中去 我们已经把非常多的物备这个货物 有形的东西搬到空间中去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很多无形的东西搬到空间中去 比如说我们把我手上的指纹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ID信息 搬到空间中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威大会特地特制定制的一张指纹光的卡 它的背面有一个指纹的模块 当我的手指指纹轻轻地触摸在这个模块上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一束光 而这束光就可以这个带走我所有的个人的激光的信息 打到空间中去 我们用这样子的一束光就可以去打开停车场 用这样的一束光我们就可以去过安全的到达 用这样的一束光我们可以每天上班的时候 用安全的这个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办公室 而且大家还可以用自己手机里边闪出来的一束光 来去回家来去做安全的认证 我们也与平安银行今年正式上线了 用手机的一束光就可以进行支付 进行消费进行各种安全认证 以及我们用一束光可以在ATM上面把现金取出来 那么未来人类将会在月球建立基地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束光来去打开月球上的一扇门 那么空间 那么我们在会场外实际上已经有我们整个飞行包 和我们这样一束光的体验 希望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也有机会出去进行体验 可能或许你还有机会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定制的指纹光子卡 那么最后 我们总结一下 未来是属于深度空间的 我们把旅游智慧城市监控物流认证交通都搬到了空间中去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什么样的东西搬到空间中去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留给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也非常希望邀请大家能共同的加入到深度空间的创新联邦 我们开放我们所有的平台 与所有的朋友 一起来去打造我们未来的世界 来去打造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的世界 不论这个世界争议有多么的大 我们都坚信这个世界会给人类带来更好的幸福的生活 最后欢迎大家来到深度空间时代 未来即现在Future is now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